赤资70亿元的新装复读新中央办公大楼今年陆续遭窃 包括了电脑主机发电机等等物品都被偷光了 原来一查之下发现是一名离职的员工把钥匙整串给带走 加上大楼因为还没有验收完毕 所以很多锁都是用同一把钥匙就可以开了 才让嫌犯有机可乘 监视器画面中男子戴着口罩 手上拿着手电筒鬼鬼碎碎的寻找下手目标 接下来从口袋拿出偷来的钥匙 弯下腰来试了又试成功打开锁刑窃 将办公室里面值钱的物品一一搬走 被偷的大楼是政府次之70亿元 正在验收的新装中央办公大楼 警方调查偷窃的谢信男子利用去年在这边工作 离职之后将钥匙偷走 陆续犯下7件偷窃案 不乏所得超过上百万元 统统拿来吸毒 24号晚间被巡逻远警盯上 搜身时偷窃的钥匙竟然掉在地上当场被捕 曾经在这边工作 然后取得这边拿钥匙 没有缴回去公司 然后才再继续从事犯案 其方怀疑